然后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幸福心愿 只有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张慧 今年39岁 来自海尔滨 张慧 现在是我老公 今年33岁 也来自海尔滨 他叫马雨 为什么都是你在说 他在比划呢 他听力比我好一点点 听了告诉我 我说话比较好一点点 我是他的左儿 他是我的耳朵 所以我们是一对很幸运的龙人夫妻 听力都是先天性的吗 我俩是小时候 两岁八岁的时候 打的是联盟树 导致耳聋一般 特别小的声音 不是很能听见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俩是通过在龙展学校 老师教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是他的学姐 大几届啊 比他大六届 大六届 那怎么一追就追上了 因为他上小学 上小学 我上中学 有一天他向我说 三辉姐姐你好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那时候他还小 不懂表白个什么 我说为什么想跟我交个好朋友 他说三辉姐姐 你跳舞特别完美 学习好 经常帮助有困难学生 人心善良 我说可以做好朋友 做姐姐弟弟好朋友 以后有什么困难 我可以帮助你 以后我们毕业了 没有再两句 后来我结婚了 生一个两岁的小孩 后来我没过几年 我因为感情不和 就离婚了 有一天 在龙人朋友聚会上 我运见了他 重逢 他听朋友介绍说 三辉现在已经离婚了 也是单身 他心里一亮 他等了你这么多年 一直没找 于是你就答应他了吗 那时候 我觉得配不上他 我就觉得他 他心里也挺难过 完了 他还是今天来找我 看来我们就这样来吧 那你们双方父母都答应吗 他的母亲 当时不同意 跟我说 三辉 我希望你能放过王宇 三辉你是一个做过母亲 那些有一个两岁的好景 我希望你给王宇一个机会 希望你们分手 给王宇一个美好的前途 当时候我是特别的理解 王宇妈妈的这么做 是为了王宇 跟他分手了 分掉了吗 有一天我晚上下巴的时候 我看见给我发短信说 你在哪里 他说在你家门口 那时候天气特别不好 下着雨 他也没带伞 完了等外面消失了 啊 完了他说 我这样做就是等你回头 回心转意 那你能不能接受我 所以你就心软了 分不掉了 那我们一直分手和好 分手和好 分不掉了 苦练五年 他做过哪一些最感动你的事 我俩在奥尔滨艺术团 有一次我紧张去练的时候 不小心后边的脚刮伤了 受伤了 受伤了 然后他看我快疲了 这么着急 然后跑去药店买消瘾药 要水 年花 给我马上上药包 然后我们习惯了 每天下班都要坐公交车 然后他说 老婆别坐公交车了 因为公交车太急没有坐 我们还是要打结婚了 到我家的时候 然后还都背着我 背着我上四楼 背着我上四楼满头大汗 从来没说我苦了累啊什么 从来没说我帮她看 然后她说老婆你先坐一会儿 我去买点菜买点水果 买完她的做饭 煎饭完了给我吃到 就我呢 特别无眉不惊地照顾我